大家好,我是Chusha,歡迎收看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日傍晚,伊甲賽場風雲再起 阿特蘭大將主場應戰祖雲達斯 到這場比賽,將會有M直播送上現場直播 祖雲達斯近三個聯賽,作客未嘗一勝 期間坤場入球,甚至不足一個 今次面對伊甲處於三連勝,氣勢如紅的阿特蘭大 祖雲達斯真是劫數難逃 伊甲今季爭死非常激烈,截至三十三輪 在第二的拉數,以至於第七的羅馬,只有六分的差距 而今場對決,兩支球隊就是阿特蘭大和祖雲達斯 他們分差只是五分,堪稱爭死生死戰的對話 阿特蘭大目前沒有勾戰任務,也沒有國內杯賽要爭 他們在季尾這階段,真的要全力衝刺耳甲 爭奪搶得好的排名 近方方面,阿特蘭大狀態明顯好轉 聯賽至今坤場入1.7個入球 他們最近三輪,總共斬獲8個入球 這個表現,看得出他們進攻方面已經穩定狀態 就像之前的賽季一樣 球員方面,古普美拿斯、柏沙利 多位球員都有見樹 多點開花令對手防不勝防 之前面對連續五輪聯賽有失球的祖雲達斯 阿特蘭大主場要贏球應該難度不大 陣容方面後衛夏迪寶亞和前鋒、盧卡斯、和力基等人都相決 至於祖雲達斯,他們在上輪排名倒數的來次身上重返勝軌 總算有出連續多仗不勝的低迷 而這場贏了都不代表什麼勝仗 並沒有為祖雲達斯提升了多少氣勢 要知道祖雲達斯今季主場昆場入球超過2個 但作客昆場入球就不足1個 下場失分才是祖雲達斯需要避免的地方 單從聯賽上去看 祖雲達斯過去3個作客取得一和兩副這個劣跡 球隊入球亦寥寥無幾 他們根本沒有信心去挑戰阿特蘭大 就算上輪對來切時 對內投號得分手華河域再次激活他的入球戶口 但他靜外賽季發揮亦不及預期 他很難為球隊帶來持續性貢獻 加上祖雲達斯還有歐洲聯賽需要考慮 球隊上下可能未必齊心協力 所以說祖雲達斯今仗不宜高估 陣容方面中場帕列迪斯被罰停賽 而後衛迪斯基利奧和前鋒卡奧阻置都因傷缺陣 喜歡這條片的話就記得按LIKE 還有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